我现在川西 跟团去的道成雅丁 行程啊是五天四晚 前面那条路啊是318 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 前面呢是个景点叫木雅圣地 行程中啊包含这个景点 今天呢天不好 并且大家都累了 其他团友啊 说不去这个景点了 我们是一个团队呀 那我也不去了吧 我要去的话他们要在大坝车上等我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景区的盗乱图 游客中心 峨米曲河 雪域牧场 骑马场 峨米曲河谷观景平台 这里边是群峰为平观景平台 可以看到拉姆雪山金刚山 还有贡嘎山 回大坝车上 这就是跟团游的缺点 不自由 不光要考虑自己 还要考虑大家 导游发的头枕 还发的矮森和眼罩 这两样东西我还没用呢 现在一锅氧气瓶 氧气瓶啊 也还没用 看一下使用方法呀 今天把它用完 要不然就浪费了 用法比较简单 把这接到这里就可以了 一恩就出样了 鼻子吸气 嘴呼气 一口一口的气 往成都走啊 去成都还有 314公里 给大家拍一段 318眼线的风光 这里啊 属于甘孜州康定市 去康定市区啊 48公里 现在的海拔 3841米 中间哪会翻过折多山 折多山的海拔是 4298米 盘旋上手 前面也是旅游团了 不过前面是小团 我们是大团了 有29个人 一开始有29个 因为整条线路的海拔 基本都在3000米以上 有五六个人呢 转完到春雅町之后 身体感觉到不适 提前离团了 到春雅町啊 有机场 他们坐飞机回去了 海拔4000亿了 接着价硬市场 五六个人 这种水滔 是7月前面的 这种水滔 正好 继续 介绍 和 水滔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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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到成都都有高速了 下面是318和318并驾齐去 进小天都隧道了 接下来的路就不拍了呀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